大家好 今次House 这个环节我精选了第一场5班1650的赛事 最近我在贴士方面手气不太好 所以好拍档就立刻帮我们换了那张Wallpaper 我穿上黑色 希望斜一斜 这些斜满东西是说笑的 始终跑马也是要做功课 而且看一只马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场5班1650的赛事 这马就最近这两次的演出都挺好 而且今次继续转绑 我觉得他有权在贵内再拿到Win 立刻给大家看看这只缘分 他在上次如何跑到一个PACE 看到八档13号就是缘分 黄黄色色3那只 现在拍着1号快尼堡爸爸的那只就是缘分 黄色3孔帝色就那只就是 那一路还有旁边 3号那只就是绿英复星 蓝色那只就是绿英复星 现在在第5、6位那只 二踏的 在内档紫色3那只 二号就是绒冠大道 红色盐罩那只 现在看到火车潘这场拍挥的缘分不错 这只马其实在郑俊伟马房之下 今季的演出真的都很不错 到现在又有右边一批 放头9号红色那只就是恒云星区 12号 黄地色3间跳那只就是魅力汉子 他和我介绍给大家一只缘分 见彩衣连网是有点似的 号码都挺近的 一只12一只13我就是介绍给大家 13号那只缘分 大家还可以留意同场有哪些码呢 譬如说7号的雷霆战区 11号的跑得宝宝 和刚才提过的荣冠大道等等 都是会和这只缘分 是会同场在星期日的赛事一起出击的 看回这只缘分 进来直路的时候 开始就走在中档那里 火车潘都挺好的 推下去之下 缘分卖有反应 分两下姜 然后推上去之后 最后200的时候开始透出 但难不提防 马亚那只跑得宝宝 打上来 最后一百几十米的冲刺就过去了 赢了他过来马位 然后缘分跑第二 雷霆战区就跑第三 大家可以留意另外两只马的走势 但其实你看到缘分 火车潘都可以骑得 都是有板有眼 所以我觉得今次他虽然说档位不算很好 但胜在绑轻 116磅 上次赢他的跑得宝宝 今次要让他10磅 我觉得相对的磅数之下 我觉得缘分今次的机会会比较高 虽然跑得宝宝有潘顿去骑 但始终的磅数相差很远 在五班来说 我觉得缘分的稳定度甚至比跑得宝宝更高 所以这场House这款推介 我就介绍一场11号的缘分 今次House这款就精选了缘分给大家 希望跟大家有缘分 一起就是赢话会钱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